国际原油价格在剧烈震荡中 虽然90年代初和00年代中 油价各出现了一次暴涨 石油价格像现在这样暴起暴落 在过去30年还是罕见的 油价剧烈震荡的原因 当然是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挥军乌克兰 美国并没有从正面和俄罗斯进行军事交手 但是连同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 制裁初期美欧的措施主要聚焦在金融领域 但是随着美国将进风指向俄罗斯石油 国际油价暴涨 禁运俄罗斯石油问题上 美欧的立场并不一致 美国进口俄罗斯石油仅占其总进口的3% 美国是能源进出口国 可以在本国石油生产甚至页岩器生产中间 取得新的平衡 另外民调显示 七成美国人愿意为乌克兰而支付更高的石油价格 国会也罕见的两党提出共同法案 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白宫顺理成章地做出了禁运的决定 欧洲则是能源进口国 30%的原油 有4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增加本土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空间极其有限 改从别的地方进口需要进行漫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 而且暂时也看不到哪里可以完全替代俄罗斯能源 欧洲已经为能源短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法国煤气价格在一年内翻了三倍 民生压力巨大 但是又受到美国方面的强大压力 所以欧洲在能源制裁上维持模糊态度 德国则明确表示不赞成能源制裁 如果只有美国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话 对于俄罗斯的打击十分有限 对于石油价格的冲击也主要发生在市场情绪上 沙特阿拉伯的立场非常关键 沙特是OPEC的最大石油供应国 也是唯一一个具有较大剩余产能的国家 但是利亚德最近拒绝接听来自华盛顿的电话 因为对美国的野门政策十分不满 其实哪怕沙特愿意帮忙 OPEC也难以填补俄罗斯留下的缺口 俄罗斯的产油量仅略低于沙特 相当于OPEC随后三个大的产油国产量的总和 油价那么高 能够启动的产能早就启动了 而尼日利亚 恩格拉 马来西亚的产量 连现在的额度都达不到 全面禁运俄罗斯原油在我看来可能是不现实的 因为由此产生出来的供应缺口正在导致油价飙升 可能触发供应链断裂 最终带来全球性甩腿 欧洲的纠结更大 自己的能源供应短期是找不到替代的 逼击了普京 可能连现有的能源供应也被截断 欧洲势必陷入智障 但是欧洲又必须对普京的军事行动说不 欧洲会不会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能源 是这一次禁运的关键 也是能源市场的风险所在 长远来看 拜登政府势必改变化石能源政策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重新扩张 欧洲势必重拾核电站甚至煤电站 并对可再生能源供应储能做大力投资 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禁运 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 一场战争正在改变全球能源战略的布局 上次出现类似的情况 发生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那场战争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智障 部队室 9 Read ? 预想 预想 库